感受科技与娱乐唯一体的轻松悠闲 体验多伦多唯一的窗面感应游戏技术 带给你的各种新鲜KTV游戏 全新的数码娱乐理念引领潮流悠闲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时尚的私人观唱空间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层 2話647-996-5211 今晚的娱乐CSI又继续与TVB有关 今星期一是TVB迈向45周年台庆的亮灯仪式 绿叔年价103岁也去到现场跟大家亮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网看到这段片段呢 其实这段片段非常之珍贵 原来绿叔已经决定做完今年之后就已经要退休了 所以他下年就不会再帮无线亮灯了 所以这一个亮灯的片段非常之珍贵 绿叔说要退休 绿嬸当然一起退休了 之后又会谁上场呢 一起娱乐CSI 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话 应该会知道其实TVB今年是44周年 为何会是迈向45周年呢 答案非常之简单 由于中国人不喜欢这四字 所以就skip了他 所以今次就叫做迈向45周年台庆的亮灯仪式 绿叔今年103岁 但见到他依然非常精神逆逆地去到电视城那里跟大家亮灯 其实今次的亮灯 大家都可以知道是终极的亮灯 为何这么说呢 由于绿叔已经打算做迈今年之后就要退休了 他竟然退休了 他的太太方仁华小姐也会和他一起退休 所以方小姐和绿叔在下年的台庆扭登的时候就不会出席了 其实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梁奶鹏也是TVB的副主席 他也打算要退休了 所以今年之后已经有三大巨猴离开TVB 董事局方面当然要找些人塞一些位置 原来鹏王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成为TVB的主席 成为第二个绿叔 所以其实他们三个巨头退休之后 在TVB方面又要经过董事局再投票 不过鹏王能够成为这个主席的机会非常之大 所以明年可能就会见到鹏王帮大家亮灯 既然绿叔和鹏审已经决定做迈今年就要离开TVB 其实TVB里面有很多高层都是他们的爱将 他们两个离开又会不会影响他们呢 这一排盛传鹏小姐和珍姐都要离开TVB 其实鹏小姐方面很多人已经收到消息 其实他一早遞了辞职信 不过这一排见到王维基不停挖角 好头好尾所以他决定留下 就帮他们搞好这个艺园科 跟着先走 也有传其实他都会跟鹏审在今年年尾之前 也都会离开TVB 个个以为鹏小姐走了之后 珍姐就可以说了事 一人独大当然要继续留在TVB 原来珍姐和《无线》在下年已经约会了 珍姐极大机会离开TVB 所以TVB一下子就没有了一堆高层的 一把记者都说了 今年这个亮灯仪式可能是非常珍贵的片段 为什么呢 除了看到鹏宿的出现亮灯之外 鹏审、梁奶鹏、珍姐、鹏小姐 可能下年都不会在台庆亮灯那里出现的 他们都见到 由于鹏小姐和珍姐方面 和很多的艺人都可能在这一排 都有一些倾弱的问题 又或者一些的误会 令到他们今次在这个亮灯仪式的时候 都要出来变成朋友 而且大家都知道 李保安和陈志云因为法庭的事件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不和的 不过今次见到鹏宿最下一次亮灯 所以四位高层都要变成笑面迎人 而且还要一起合照 个个记者都说 他们比一班小生花旦 但可能这一次的合照 可能下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说这么久 是时候八转公团 今天八转公团的题目 想问一下你 學王妖入主TVB 你觉得是好还是坏呢? 我们将你的意见去到八转娱乐和网站 在这里亦都要提醒大家 今天是安省省选的大日子 如果大家还未投票 现在还有时间 今天票站会关9点钟 如果大家未投票的话 就快点去投票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